首先带来关心的是 总统大选前最后一周 蓝绿白三阵营的总统候选人 上午都在南台湾扫街拜票 下午又不约而同 齐聚台南拼场 在一题上仍旧是隔空交锋 面对国民党喊出组联合政府 柯文哲是回击 是要操作气宝 也抨击民进党指控土利金华城 而赖清德则是批评国民党政府 长期中北侵南 特别是屏东 并且提出均衡国家建设计划 而侯友宜则锁定台南光电等弊案 及对手辜负南部 支持者指其列 对欢迎其呼口号 蓝绿白前一晚都在高雄肇事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八号上午叙留高雄 下午则到台南持续扫街 面对侯友宜不断喊话 组联合内阁 柯文哲认为是在操作气宝 其实我非常清楚 如果把这个选举搭回这个选举的主轴是统獨对抗的两极对抗 不用选我都知道结果 柯文哲左批国民党又反击民进党指控土利金华城 强调有证据就去提告 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车队上午从屏东出发 一路扫街到高雄 抨击国民党政府长期重北侵南 特别是屏东 并提出均衡国家建设计划 让城市均衡发展 上午跑高屏下午回方台南 赖清德将跟新北出发的副手萧美琴南北串联全台大车扫 而对手国民党侯友宜8号在被视为赖清德大本营的台南扫街时 不忘批评台南光电 炉茶等弊案全在赖清德任内 被问到气保是否会发声侯友宜与待保留 认为民进党辜负南部人侯友宜喊话要选民觉醒 并再度表示会组成联合内阁 选前最后一周蓝绿白都选择从南部出发 下午更同时在台南拼场 三阵营卯足全力展现不退让的决心 记者陈怀孟昭全温正衡南部报道